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以公帑补贴西税隧道费 运输及房屋局副局长苏伟文 作在立法会表示 已与西税公司商讨 预计明年中可向立法会提交补贴方案 现时香港有三条国外隧道 及三条连接九龙和沙田的隧道 国外隧道分别有 洪隧、东隧和西隧 而连接九龙和沙田的隧道分别是 施市山隧道、大老山隧道和针山隧道 根据运输局统计 三条国外隧道中 洪隧和东隧现时平日早上繁忙时间的交通需求 已显示超越各自的设计用车辆 达7.7及3.8 洪隧近早上繁忙时间达高达177% 车龙近3公里 司机平均要俯后最少半小时藏可过海 相反,西隧在同时断的交通需求 则指占其各自的设计用车辆的九成 理论上有空间接收分流至洪隧和东隧的交通 因此洪隧及撕隧收费至1999年起 未曾调整但政府未有提出交付 另外两隧为储本港中央 有最佳的连接道路网络 因此隔续者倾向使用洪隧和撕隧 立法会交通事务委员会 作讨论六岁分流研究初步评估结果 苏伟文透露现正与西税初步初商 若能达成协议 明年6至7月便可向立法会提交具体方案 但不排除无法达成协议 届时当局将集中研究五岁调整收费的分流方案 当局表示西税专营公司在2023年8月 专营权届满前 可以继续上条法定隧道费 无需政府批准 政府将考虑运用公帑提供合适的补贴 令驾驶人士实际所缴付的隧道费得以下条 从而善用西税职用车辆 但有关安排扣跟压 必须获得西税公司同意 现阶段不排除未能达成协议的可能性 西税公司回应指 到目前为止 政府未向公司提出任何建议 但表示公司在商业利益得到保障的前提下 持开放差度 现在是常识科问答时间的环节 问题一 以下哪一条过去隧道早上繁忙的时间 交通需求低于设计用车辆 A. 红隧 B. 西隧 C. 东隧 第二条 政府研究用以下哪方法分流红隧和东隧的交通 A. 多建一条隧道 B. 用公帑补贴西隧 C. 实施道路收费 问题三 C. 紫山隧道 大老山隧道 和针山隧道 是连接九龙黄哪一区的隧道 A. 沙田 B. 上水 C. 青衣 今天常识新闻报道完毕 再见 B. 杨广 B. 闇 B. 洪 B. 赶 B. 价 B. 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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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 赶